大家好 好的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课文 来跟老师一起读 怎么包饺子 饺子是中国传统食物 饺子源于古代的饺子 饺子原名叫饵儿 距今已有一件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一起学习一下饺子怎么做吧 食材 面粉260克 鸡蛋1个 鸡肉馅260克 芹菜230克 生抽适量 酱油适量 盐适量 冲姜适量 香油适量 步骤 第一 将鸡蛋和精水充分混合 倒入面粉 或面形面做饺子皮 第二 容器中放入鸡肉馅 鸡肉馅 放入鸡肉馅 搅拌 第三 第四 将面团 切成鸡肉馅 按扁 擀成面皮 第五 将馅 放在面皮中间 包成饺子 第六 烧开水下饺子 烧开水下饺子 烙烧眼锅 边搅拌 将饺子 煮熟 即可 好的 我们已经把课文 读完了 下一课 老师会给你们提几个问题 然后 最后老师会让你们 把这些课文 翻译一下 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在 Google Meet 一起学习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